那就大家周末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星期的公开课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意大利的杨满意博士 杨满意博士2013年本科毕业于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博士职博士从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李舒华教授 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加入了 加入了Michelle Michelle Michelle 教授团队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发音对不对 Michelle 然后在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和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 从事博身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开发反应路径自动搜索软件及方法 化学反应的机理研究及理论设计 以及机器深度学习在溶液中化学反应材料学等交叉研究领域的应用 杨博士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 深度学习辅助的微观机理探索 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杨博士 有请 好的 谢谢穆涵的介绍 谢谢穆涵的邀请 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博士后期间的一些工作 我博士后期间主要采用机器学习结合正向采样 来探索凝聚像体系中的微观机理 今天我将这个报告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展开 首先我将介绍一些对于研究模拟吸入实际体系它存在一些挑战 在这里我都会对正向采样方法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为了解决西游实际体系的原子模拟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些正向机器学习和正向采样相结合的策略 接下来我将用这个策略来研究两类体系 一类是容易严重的化学反应 一类是研究相变行为 最后我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OK 首先原子模拟它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在原子尺度上对我们的反应线 在我们的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一个描述和预测 它在化学物理生物以及材料科学领域 都有一个非常比较广泛的研究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药物设计 蛋白折叠还有化学反应以及相变 这些现象它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性 就是发生这些现象它所经历的时间尺度是比较长的 通常是在一个宏观的时间尺度上 我们对这些现象 对这些现象成为一个 我们承认这些现象为稀有事件体现 在我的接下来的报告中我主要会 focus on这两类体系一类是容院中的化学反应 一类是一个相变行为 对于用原子模拟的手段对这些现象进行模拟的时候 它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采样的问题 对于这一体系我们从适量面的角度对它进行理解的话 就是它可能存在它会因为它是稀有事件体系 它存在一个比较高的反应能类 如果我们对这类体系进行模拟的时候 它可能会长期的starking在这个basin里面 如果我们要从这个basin到这个basin的话 我们通常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模拟尺度 这个时间尺度通常达到毫秒级别 甚至小时级别 这个尺度远远超出了 这个时间尺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分子动力学模拟 才能所连达到的一个时间尺度 以目前的计算水平来看 希望我们采取用比较粘诈的 还有计算精进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来对它进行采样 这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对它进行 对这类体系进行模拟的时候 我们必须解决采样问题 针对这类问题 学者们发了一系列的增强采样方法 接下来我将对增强采样方法 对我们课题组做了一些增强采样方法进行介绍 因为我们课题组一直专注于做增强采样方法的开发 在做增强采样方法 在介绍增强采样方法之前 我首先想介绍一个概念 collective valuable 翻译成中文可能就是集合变量 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其实在我们的 对于我们学化学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反应坐标 在物理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order parameters 其实它是一个降维的 它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反应坐标的函数 在这个用这个函数的话我们可以将我们所研究的 反应态比如说是A态和B态给很好的区分开来 原则上理想情况下这个反应坐标应该 这个集合变量里面需要包含我们所研究的 所有的slow degree freedom 翻译不好 不好这么翻译 当我们对波尔兹曼分布在这个集合变量上进行一个 变远概率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反应坐标下的一个概率分布 将这个概率分布我们展开为能量的形式的话 这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自由能面 它的形式就是一个logo展开 就是fs就是通过的一个这样的公式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我们它的概率 因为这个波尔兹曼分布它是一个适能的函数 它如果概率分布 如果这个体系的概率分布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适能面表现 适能面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能量它比较低 就是在过渡太区域的时候 因为它的概率分布比较小 所以它的能量就比较大 什么是增长采样 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理解 增长采样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 它就是在一个集合坐标的方向上 对体系添加一个外加的室内 是体系原有的概率分布发生改变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例子它是一个明显的WVL的一个顺利面 当我们 因为AB这两个态它的能力比较低 所以它的概率分布就是比较大的 但是在过渡太区域的话 它的能量比较大 所以它的概率分布就比较小 当我们在进行增长采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对这个体系进行采样采样的话 我们很难采取到 三频道这个过向区间内的一些构型 现在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外交的室内 改变这个原有的一个概率分布 使它的概率分布变得更加的平缓 就是右边这张图中的一个红色的这张曲线 这种曲线 在这里我们称这个改变后的一个概率分布 为PTarget的一个分布 通过这个分布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过渡太区域的话 它的概率分布也是increase的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概率分布下 我对体系进行采样的时候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们必须可以三平到AB两个basin的结构 又可以三平到过渡太区域的结构 接下来就是我将重点介绍一下 也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课题组发展的一个 Metal Dynamics方法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以及我们课题组最近发展的一个OPUS方法 Metal Dynamics方法 怎么理解Metal Dynamics方法 我自己的个人理解就是 是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一个室内面上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三股 如果我想从这个三股A爬到三股B的时候 我首先要爬呀爬呀做很多努力的工作 跨越一个能力达到一个B 然后再滑到B 但是这跨越一个能力的话 就是我要做很多努力的工作 这就是我在采样的时候 我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模拟时间 但现在的话我 在我机制一点我就 机制一点就在这个 我在填坑就是把这两个basin给用一些泥土给填起来 填起来之后 我们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室内面 这个黄色的这个室内面 这个黄色的通过 在这个黄色的室内面上 对我们的过线进行空间进行采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来回的在AB两个之间进行反复的运动 在数学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泥土理解为一些 基于这个CV的一些高湿式函数 这个是一个History Dependent的高湿式函数 这个这个式函数是当时Michele他们巧妙构建的 就是没有严格的数学证明 但是就是我们测试了很多体系 发现很work 都很work 这个公式直到2015年的时候 人们才就是还有 后来他们才进行一个严格的数学展开证明 发现这个式函数 它的BIOS与它的原始的室内面 直接存在这样的一个函数关系 如果我们展开为概率分布关系的话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这里的话我们通过 在这里我们如果我们要填坑的话 我们怎样控制我们填多少填多高了 在这里我们就是用一个Lambda参数来控制的 如果Lambda在这里Lambda我们可以它为BIOS Factor 原则上它是一个大于1的一个参数 如果它等于1的话 如果我们再入到这个公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BIOS是为0的 如果当我们increase这个Lambda参数的话 Gamma参数的话我们的BIOS也是会升大的 如果我们increase这个Lambda参数直到它趋劲也无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进射 这个进射如果将这个进射带到这个公式 带到它返回到概率分布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它target的概率分布 它就会趋劲于它是一个unit的分布 就如这样图中一个黄色的曲线 其实这个方法就是最原始的metodynamics方法 但是目前我们大多数使用的是well temperate的metodynamics方法 从这个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实well temperate的metodynamics方法 它比原来的metodynamics方法更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采样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ehancing这两端它能量比较高的一个结构 而我们就是比较focus上在我们感兴趣的一些构像空间 最近我们课题组发展一个新的增加采样方法 OPUS OPUS方法它其实它的构建BIOS方法 它和metodynamics是完全不一样的 OPUS它比较聪明 它首先说既然你metodynamics证明 你最终可能会 最终会收敛到一个这样的概率分布 那我为什么不 事先就构建一个这样的target的概率分布 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这样的target的分布的话 我们就需要添加一个这样的室内 但是我们在添加室内的时候 因为我们事先室内它是ps的一个函数 事先我们并不知道它ps的一个概率分布 所以我们就采用一个方法 我们就通过reveting on the fly的一个策略 我们是一个在线的去计算我们BIOS的是多少 在这里它其实它BIOS的 它这是它BIOS的一个方程 它这里其实添加BIOS的方程的时候 和metodynamics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在构建BIOS的时候 它采用不同的策略 它是基于它已知它的概率分布 而metodynamics的时候 它就是沿着它一个CV来添加BIOS 但是尽管做了这些小小的改变 我们发现opis它比metodynamics是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它更有效了 比如说这一个测试 它测试了metodynamics和opis的收敛程度 我们会发现opis其实它的收敛是 比metodynamics更快的 而且最关键的时候是它在这个收敛区域的震荡 它是明显的少于metodynamics的 metodynamics因为我之前说到 它是基于一个概率分布来构建它的BIOS的 所以在它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到目的提比的一个增加采样 在这一点它在这个目的提比的增加采样 它在我们研究相变反应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固体到液体的一个相变行为 我们感兴趣的往往是这一个区间 它对应的很多的就是热力学的条件 如果我们采用单一的模拟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要在不同的热力学条件下 对不同热力学条件的固像空间进行采样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做很多很多的模拟 比如说n条模拟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multi-tb的opu-dimense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条轨迹上包含所有我们感兴趣的 这些热力学区间下的所有固像空间 由于时间关系在multi-tb的opu-dimense的原理的话 我就不展开介绍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去仔细查看这两篇文章 你们有很详细的介绍 前面我们讲到了 如果我们要三平道过渡态区域的结构 我们添加了一个BIOS 改变它的一个概率分布 但是我们要分析它的自由能性质 或者结构密度性质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回归到我们的一个原始的概率分布的 这时候这个过程就回归到原始的概率分布的过程 我们称为它有一个revetting的过程 其实revetting的过程很简单 就是我把我以前加了试能 通过这样一个方程给去掉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OPUS和Metal Dynamics 他们都遵循着这样一个方程 我觉得在其他的方法中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刚刚我介绍了原子模拟中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采样性的问题 现在其实在做原子模拟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一个准确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做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模拟原子空间 在学时间的一个演变过程 它在数学上其实就是一个减牛顿方程的一个过程 牛顿方程它是一个试能的一个函数 要是我们为了让我们得到了模拟轨迹更为准确的话 那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试函数 目前人们比较常用的两个计算试能的方法 一个是基于立场的方法 一个是基于obinitial的方法 基于立场的方法 立场它是通过一些参数进行拟合的 它比较快 但是它 I don't think它 它可以就是来描述一些电子结构的性质 但是对于obinitial方法 它可以描述电子结构的性质 但也变加准确 但是它是一个too expensive的 做obinitial的AMD的话 我们可以达到的时间尺度 也就是100 peak second 100 peak second 我们现在就想 如果我们能够结合 obinitialAMD和 就是立场的两个方法的一个特性 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出一个 如果我们能够构建出一个试能试函数 它既保持obinitial它的准确性 又能保持forsprone它的快 它快连强性的话 那也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里我们就联想到了Moshinoni 用Moshinoni来构建 室内面的话 最近几年它是非常火的 因为它有两个比较 非常大的优点 用Moshinoni来构建神经网络四函数 它可以很廉价的来 首先它是计算廉价的 其次因为我们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的训练集是基于 是基于obinitial计算的 因此我们得到的一个神经网络模型的时候 它也具有obinitial的quality 这个是神经网络 是函数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示意图 从这个对于在这个模型中的示能 原子结构的示能是以原子 每个原子能量进行展开的一个集合 每个原子的能量 它又与原子的一个type 和原子的一个environment and the position就是决定的 这个方法 其实才用newlet模型来构建室面 最初的话是由Michele和Michele-Panello Josho和Banello 他们2007年就提出来的 后面近几年 近几年也不断的有人们提出了一些方法 来对这类方法进行一些改进 其中比较受大家关注比较高的话 就是一个DPMD的方法 在我们构建神经网络四函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训练及采样空间的完备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训练及空间的完备性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训练 我们最后神经网络的质量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神经网络 它newletwork 它有一个 它自己有一个特性 它可以比较好的类贴 但是对于外延的话 它的性质就比较差 对于训练籍类的结构 神经网络它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好的预测 但是对于神经网络 外的结构的能量和性质 它给出预测 它就会比较破 它偏差就比较大 对于室友事件体现 因为过度态区域 它能力比较高 它远离于两个平衡态 你采我们对它进行采样的话 采到的概率就很少 如何把这个区域的远离平衡态区域的一个结构包含到我们的训练级呢 它是 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课题组的鲁医集和尼化阳 他们发展了一些采用机器学习结合这项采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中 我们它训练的一个神经网络 维极训练的一个神经网络来研究规则成何过程 在这里它使用了Mental Dynamics 这类方法来帮助我们散盆这个训练级区间的 训练过渡态区域的一些结构 在这个工作中 研究Festa Ground of the Gallium的一个体系中 尼化阳 它采用了一个Multi TP的一个方法 来帮助我们散盆到这些比较远离平衡态的一个结构 通过这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一样散盆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来散盆到这些所有一些相关的共询 对于这个西游世界体系 现在我就是受他们两个工作的启发 就是想到 如果这个策略是非常棒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策略扩展到为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 那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非常复杂的体系 它的一个中间体和反应路径 它可能不止两个 可能有很多条 有些甚至你都不知道 它可能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中间体 因此为了搜索所有collect 所以这些结构的一个构章空间的话 我们需要更加一个smart的一个方法来搜索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 在这里我们就提出了采用 主动学习跟正常产生相结的一个方法来自动搜索 相关训练集的相关共详空间 这个方法 它的 这个方法它的原理是流行图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从一系列的一些AMD的构想出发 当然这里你也可以以另外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产生你的初始构型 通过这些初始构型你可以训练一些初始的训练机 这些训练初始的一个模型 采用这个模型你可以做一个做正常产样的一个模例 在这个模例的时候 从这个模例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根据一些一些数学判断式 表达式来筛选出一些新的构型 原则上你筛选的一些构型 它的构像空间是和原来的训练集的话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对这些训练集的结构 对这些所筛选的结构 进行一个DFT的能量和结构的计算 然后将这些能量和结构的信心 更新到你的训练集里面 然后再重新训练一个新的模型 重复这样一个循环 直到你最后达到了一个 收取到了一个空墓集的一个训练集 在这里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模型偏差来 选取不同的选取就是可能的新的构像空间 这个因为在这里我需要说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采用这个 New Network Based的一个 这样采用方法来搜索训练集的构像空间 因为这个采用New Network 它的计算成本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策略 我们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 非常比较收敛的一个训练集 这个流程的话 在这个流程中 我们是采用在TPMDKD的一个框架下 结合LAMS完成的 这个流程是 也是使用DP键来结合Ploom的来实现的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 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现在我们想模拟 像采用原子模拟的手段来对西游实现体系 进行一个Obinitial进入的一个计算 但是Obinitial它非常贵 它存在一些 Obinitial它存在一些问题对于这种西游实现体系 第一它就是一个采样性的问题 这些就是它准确性的问题 为了解决它的采样性问题我们就是想到了正常采样的方法 为了解决它准确性问题我们想到了就是模型动力方法 就是来训练一个神经网络试函数 但是训练神经网络试函数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得到一个完备比较完备的训练级空间 在这里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策略结合正常采样方法和主动学习的一个策略来 来进行一个自动的搜索训练级的过程空间 所以我们就提出 然后采用机器学习结合正常采样来实现 Obinitial原子模拟 来实现对秀实践体现 西游实践体现实现Obinitial原子模拟 接下来我将用这个策略就是应用到两个具体的实例 第一个实例就是化学反应 容业中的化学反应 为什么容业中的化学反应需要采用这种Obinitial的原子模拟来对它进行计算呢 首先因为可能大家对在做容业中化学反应的时候 最简单的一些模型就是采用一些影视的容金模型啊 或者QMM模型啊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体系 比如说这个体系 就是甲二权的一个水减反应 在这个反应中如果我们只用采用简单的一个影视容金模型来进行 就这个体系进行模拟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的反应路径的它能量就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 简单的采用一个显示的容器分子来协助这个质值的传递过程的时候 我们的能力就会大大的降低了 从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个容器分子在这个反应中取得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参与了整个反应的过程 我们需要用一个显示的容金模型来对它进行一个模拟 其次因为化学反应嘛 它肯定涉及到化学界的形成和端链 它是这是一系列的电子过程 我们需要OBInitial来对它进行模拟 化学反应它同样是一个稀有反应时 稀有世界体系 所以综合以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采用 所以针对上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就采用了机器学习结合这项采样的方法 来对容业中的化学反应进行一个模拟 在这里我们选取了一个 Ural Decompensation in Water的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体系 在工业上它是具有非常大的重要的意义 就是两年前我们课题组采用了 OBInitial Enhanced Molecular Dynamics 对这个体系进行模拟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体系中 它水分子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反应过程 而且它存在多条可能的反应路径 但是由于他们采用的是OBInitial的分子动力学 如果你要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个比较充分的研究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现在这里我们就想训练一个OBInitial Quality的NeoLatical Potential 然后使用这个Potential对反应的基里进行一个研究 可以基里研究 也可以用这个摄能面来计算它的反应摄能面 用四函数来计算它的反应摄能面 以及对反应速率进行一个计算 为了解决这个 这样采用的就是 因为为了训练一个这样的训练级 我们制定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需要把它可能存在的所有的这些中间体和反应路径 包含在我们的训练级中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一个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主动学习和Method Dynamics相结合的方法 这是它的流程图 因为前面我介绍了 在这里我就不对它进行展开介绍 在这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对于在这个体系中 我们的NeoLatical Work的Method Dynamics Simulation 它的模拟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是AMD的500倍左右 因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模型 它的计算成本其实是比较少的 在这个图中我把训练级的构像结构 投影到一个二维的CVSpace里面 我比较了以下我们通过这个策略 收集到了一个训练级的构像空间 原来的AMD的构像空间进行的对比 在这个图中这个灰色的这个点 它代表着我们 我们Product的Transition Train C它的一个构像空间 这个Green的话 它就是一个AMD的一个轨迹 轨迹中的一些点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我们通过这个模型 它通过这个策略 收集到的一个构像空间 它比AMD是远远大于AMD的 这也是说明 现在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中间体 和一些新的反应路径 这也就是 足以就是可以说明我们的模型 它的构像空间是一个reboost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的就是 其实在我在 在我用这个策略研究这个体系之前 其实我们组的那个Daliana 其实她以前也尝试着手动的来 收集这些这个反应体系的一个构像空间 但是她手动的进行 也采用类似的策略来手动添加 它可能存在了一些中间体和菠菜 但是她做了很多的工作 会发现我训练的模型始终就是不稳定 就是跑一段时间它就散掉了 这其实还是因为 它采集的训练及的构像空间 实际是不够的 这也说明我们用这个 但是我用这个训练 这用策略来收集到的训练集的构像 采用训练收集到这样的一个训练集 用这个训练集训练出来的模型 它可以 run 100 nanosecond 就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它非常的reboost 在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 用这个模型进行计算之前 我们首先对它进行了一个validation 这是它的能量合力的偏差 对训练集和测试集 我们发现它的结果还都是不错的 在这里我想重点强调一点 就是在这里我把 我对不同 就是沿着我们的CV 就是这个distance 把这些展开这些 min absolute error 能量的min absolute error 发现它在这个CV 这个CV上的它的分布 它是比较均匀的 这一性子它在对于 对于我们做化学反应 就是计算反应能力的话 其实它是比较非常重要的 因为尤其是在做 就是反应速率的计算的时候 因为反应速率 它随于能量的变化 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你的反 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反应物的过程区间 和过程区间 你的shift是不一样的话 导致你所计算的能量 就会差别比较大 那样的话就直接影响 你反应速率的一个准确性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模型中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 比较uniform的一个分布 随后我们还也比较了 这个两个就是DPMD模型和AMD 它在对于 要数分子在随间反应的 一个构像分布 以及它的一个 性向分布函数 我们发现这两个性子 它都是吻合的很好的 从这些性子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绝对 我们训练这个模型 其实还是可以的 它可以重复我们的 repeat我们的 就是一个DFT的 over initial的一个进度 得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对这个体系进行快速的 进行非常chip的一个研究 我们可以计算 得到体系的 收敛的一个free energy surface 这里这张图是一个 在350K下的一个free energy surface的示意图 这个图中的这些颜色代表一个relative free energy 在这里我们设置反应物的free energy 它是一个zero 这个颜色如果越难的话 就代表它的能量是越高的 从这个式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两个basin 一个是反应物的basin A 一个是产物的basin B 对于反应物的basin 它里面有三个结构 A1 A2 A3 其中A1这个反应物它是最稳定的 能量最低 但是它可以转变为A1 从A1转变为A2 也可以从A1转变为A3 但是如果你要从basin A到达basin B的话 你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高的反应能力 经过A3到达B2 然后B2它不是很稳定 它又到达最后我们的产物B1 所以从这个式里面上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要速水解它的一个反应路径 就是一个A1到A3 从在逃A3到B2到B1的一个过程 它的整个详细的反应机里 就是一个这样的 在这里我不展开详细的介绍了 但我们OK 在了解这个机里的时候 我们想探索这个反应的机里 它是否会随 如果我提高反应的温度 它是否会变化 所以我们计算了不同温度下 比如说390K 450K和490K下的反应设立面 我们会发现 它的反应设立面的一个Nex Gamp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 对这个反应体系 它的机里不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至少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个温度范围之类 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反应设立面的一个图上 350K的这个设立面图 这次我们focus上这个区域 前面我说到 要从反应物Base in A到B的话 我们必须要经过A3这个中间体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从A1到A3它是怎样过来的 从这个设立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看到两条反应路径 这个红色的以及蓝色的 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两条反应路径 这两条反应路径其实它就是一个双催化 然后一个减催化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反应路径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水分子在这个 从A1到A3的转化过程中 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有助于 它有力来帮助我们稳定这种离子中间体 它还参与着我们的直子传递过程 像经过一个GuruSource的一个MacLegin 还有一点我想 其实这种如果我们采用影视容器模型 或者简单的QMM模型的话 这些复杂的反应模式 其实是很难找到的 可能你采用那些简单的模型的话 得到的反应机理可能都是一个错误的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点就是 从A1到A3这个转化过程中 我们找到了两条反应路径 简吹坏和酸吹坏的一个反应路径 但是之前的研究报道中 只有酸吹坏的反应路径被找到了 这可能是他们因为A1B 它计算比较连接 层面比较高 所以导致采样不充分 导致这条反应路径没有被采样到 接下来我们还比较了 就是这两条反应路径的 Free Energy Surface 我们发现这两条反应路径 它在不同温度下 它的Free Energy 自由能力它是一致的 它是基本上接近的 这也就说明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反应体系中这两条反应路径都是存在的 而且它发现的概率是相近的 这也可能是一个在实验上人们预测 就是这个有实验证据表明 这个反应它是No sensitive to the 反应的PH 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为就是如果我在实验上 就是稍微的改变一下 我农业的PH的酸度和减度 尽管有一条我们的反应路径受到了阻碍 其他的那条反应路径其实还是work的 通过在这里我们 因为我们得到了不同温度下的Free Energy Surface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温度下的Free Energy Differences Data FAB 根据这些点的数值 我们对它进温度进行一个fitting 一个函数进行一个fitting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曲线 这个曲线它的斜律就对于一个我们的 entropy的一个information 用这个模型我们还可以做的是 就是计算我们的反应数率层 这个reaction rate 反应速率 反应速率它计算通常都是非常就是 how to say expensive的 但是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反应数率常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而且可以和实验上的一个值 进行一个很直观的比较 在这个图中它三角形代表的点 就是一系列实验 不同实验得到了一个值 这个AMD就是这个红色的心 它代表是一个AMD的结果 这是我们课题组 Daliana和Panlano 他们以前用AMD计算出来的 仅仅这两个点的话 他们可能花了好几个月 才能得到这两个点的数值 两个温度下的 但是用我们的神经网络 因为非常快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很多温度下的一个reaction rate 在这里我们计算了12个温度下的结构 也许就一两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我们发现我们得到结果和实验和AMD都可以比较好的吻合 接下来我介绍另外一个体系 就是我们用这个策略在研究相变行为 相变就是可能这个topic的话就是比较偏物理 但是我尽量的会解释一些其中的物理概念 相变的话大家就是比较好的理解 就是比如说从液体的水到固体啊 就是从液体到气体啊 这种转变我们都可以理解成相变 在这里我想介绍两个概念 就是一个first order transition second order transition 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一阶转变 一阶相变和二阶相变吧 一阶转变和二阶转变 它的first order transition 它的定义就是 能量对于一些热力学性质的一阶导 它是一个不连续的 二阶相变它的定义是 你能量对于一些热力学性质 它的一阶导是连续的 但是它的二阶导是不连续的 这个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 这两个概念可能就是比较枯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以这个就是white cliff over dover day 这个图来理解 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现在在这个陆地上 我们想从这个land jumping到 就是跳跃到这个水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快乐 就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jump 这个jump的话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不连续的一个能量对 比如说对热力学性质的一阶导 这种jump我们可以理解为一阶转变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要从这个land到这个 到water里水里面的话 你就会比较smooth的一个转变 你不需要做什么工 就是可以continuous来进行陆地水的一个转变 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一个成二阶相变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研究液液相变体性 为什么我们选择研究液液相变呢 首先液液相变它的第一就是 在一个在同一个物质中 同一个液相中它存在就是 存在中两种不同的结构 而且它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结构的转变 它是需要经过一个一阶相变的转变 其实这个现象其实它是最初是理论化学家 就是理内学的就是 为了解释水中的一些反常的行为而提出来的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其他的一些体系 比如说Silico 就是Hydro-Jong的那些 泥啊这些体系中 它也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体系 这些这样的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它一般都发生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和一个压强区域内 有时候甚至是超零件的温度下 如果我们在实验上对它进行研究 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借助了理论的一个计算工具 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零这个体系 为什么我们选择零这个体系呢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理论学的他们发现 在实验上发现 就是在零到零的转变 在液体零的时候存在着一个 这样的一个液液相变的一个过程 这个这一发现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是实验上首次发现就是液液相变行为 在这个实验学者发现在这个液液相变行为中 我们存在着两种非常结构差异比较大的构型 就是一个就是而且它的密度降频也是比较大的 就是它在低密度的Ti的时候 它存在的是一个分子的一个构型 在高密度下的时候它存在的是 它是一个polymer的一个形式存在 而且这两个Ti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性质 就是这两个Ti它的导电性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Ti它存在的是一个金属的性质 P4它存在一个非金属的性质 它polymer它存在一个是金属的性质 而且其实这个体系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实验表实验学者 拟合了这条液液共存的一个曲线 我们发现这个曲线它的斜率是一个负的 在于我们常规的就是液体到固体这种 液体到气体这种转变它的斜率 液液共存曲线它是一个正的一个 就是这个slope它是不一样的 很多这些就是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就是想去研究这些这个体系 虽然这个体系在实验上 人们已经给到一些给出了一些就是研究 但是在微观的尺度上对这些体系 对这个体系进行研究 还是有待我们进一步还是比较窃缺的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 对于这个体系因为实验科学家预测 它可能存在一个二阶 力亏力亏全这些二阶相变点在这个2500K以上 因为他们就是实验上还很难达到这个温度 所以目前实验上也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所以在这个在这里就是我们想 我们想通过我们想通过就是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来研究这个液液相变行为 并且我们想去我们想去探索它是否会存在一个这样的液液相变点 在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用我们的就是策略来研究呢 而且它必须就是因为它首先它有一些这样的性质 前面我已经介绍了 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first order transition 它是一个吸入实验体系 就是它一个结构变化 它是一个polymer到一个monic的一个过程 它就是一个polymer的改变 还有就是它一个金属到非金属的转化 它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电子电子传制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其实限制趋势我们采用就是一个monic结合这项采样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不同于永远的化学反应 我们想研究这个液液相变一个行为 我们研究的一个是一个是一个区间类的一个 一个热力学区间的一个就是一个物理性质 一个现象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目的tb的一个opus来进行真相采样 这是我们训练这个模型采用的一个流行流行图 在这里我们首先给的这个体系的初始结构 我们是就是一系列的就是MVT和MPT的obinitial simulation 我们给的这个模型就是dbgen的时候 我们的构像区间分布 tranic data的一个构像分布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三平到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构型 就是这个黄色的可以理解为这个黄色的区域 也就是我们测试也表明我们的后来 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采到的构像空间 就是其实是非常robot的 对于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给的我们神经网络 给的我们这个模型的dbgen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没有给它一个 就是low dense liquid to high dense liquid的一个转变的那些结构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我们会收集到非常多的一个中间态的过程 这些中间态的过程其实你通过常规的就是 动静模拟是很难删判到的 你必须采用一些正常采样的动静学来模拟 在这里的话我想介绍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前面我介绍了一个反应坐标集合坐标的概念 在这个体系中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the by strike factor的一个cv 用这个cv的话我们可以很好的区分我们的high density和low density 在用这个cv我们对就是这个体系进行模拟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哇就是在我们的模拟尺度内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这个从从两个两个项直接的转变 这种看到这种轨迹的话我们就非常的happy就是说 哎我们的轨迹我们的这个cv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cv 它可以很好区分我们的就是p4和就是一个分子下的一个结构和一个polymer的结构 就是我们就是模拟得到这样的轨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revetting 通过revetting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它在不同温度和压强的条件下 对它revetting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温度条件下的一个free energy surface 对其实呃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做呃 这项采样的时候我们采用的cv是一个the best track factor cv 但是在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采用的cv呃是一个密度的cv 因为它密度有人可能会问啊你为什么不采用就是密度直接作为你的cv 来就是进行这项采样模拟 其实呃其实我们也呃试过但是我们发现因为密度嘛 它这毕竟是一个呃宏观的变量它嗯并不包含这些微观的性质结构一些信息 呃化学界的呃就是一些connect的这些信息 所以用它来进行采样化它的呃呃作为一个cv的话它的结果是不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当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又回归到我们的宏观宏观变量上啊那是呃更有就是更有说服力 我们发现就是通过这个呃在这里我给出了2000k的呃在2000k下不同压强的一个free energy surface 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压强在0.3个gp的时候我们的反我们的嗯就是how to say 这个呃呃结构更愿意带在一个就是low density的一个像区间 当我们把我们的压强升到我们的high density就是high 呃high pressure的时候升到0.8个gp的时候我们的体系就愿更愿意带在一个呃 high density的一个像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个high density和low density的一个转换 当我们发现还我们发现当我们的嗯压强在0.53个gp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个basin的话它的就是一个free energy 它是一个三等的呃但是如果你要从这个嗯low density上频到一个这个high density high density的时候你需要跨越一个比较呃高的能力在这里 在这这这这一线上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呃false liquid false order transition 嗯嗯在这里嗯还有一个定义就是呃前面我们讲到了co-exist point 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共存点呢就是其实在呃在我们理论上定义这个共存点 它其实是比较呃最直观的就是以它的free energy方式呃最直观也是最最强有力的就是就是用那个free energy surface s来第一如果我们呃这两个点它的free energy surface它是data data呃f它是0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呃这是一个co-exist point 所以这些point进行在不同任理学下调一下进行一个集合的话我们得到就会得到co-exist line 像这种就是co-exist line 到我们进一步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到我们进一步提到我们的window到达2800k的时候 我们发现会发现这个嗯这种三峰转的一个呃dataf的jumping就是会消失它会变成一个flat 比如说这个2800k0.2的几怕的时候它会是一个flat的一个曲线 这这整厦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二阶嗯织condautotranslation 这就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检设很像那一检 就是在两个这两个window之间它可能存在一个二阶的一个零件相变点 嗯嗯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yht合体灵的一个相变图 前面我们就是 reventing的有限温度下的 就是压强下的一个 brainage surface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研究了一个区间 我们可以对每个区间的 一个就是压强温度 进行一个reventing 对这些 这些一个信息 进行一个集合 我们就可以得到 face diagram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face diagram 对于一个低温区的时候 我们的体系 更倾向于就是一个 polymer的结构 但我们高温区的时候 我们体系就更倾向于一个 polymer的结构 而且 这个颜色代表的是一个 density的一个 变化 就是越难你就 density越大 其实 这条红色的曲线 就是我们的 coexistline 我们计算得到了 coexistline 从这个 就是密度的 这个color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 no density 和high density 就是在这个两个 coexistline 就是这个 两边 它存在一个 非常huge的density jump 这也符合我们 实验上的一个发现 ok 就是我们 前面说 我们可能猜测 这里可能存在一个 就是second order 就是transition point 现在我们就想 这个point 它到底在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想得到一个 更有利的一个证据 在这里我们将 我们的就是 frainage surface 在这个coexistline 就是沿着这条 coexistline 我们把每一个point 就是它的 frainage surface 进行一个比较 我们会发现 随着我们升高的温度的话 我们发现 这两个basin 它的能力 就是逐渐的降低 直到后面 就是到这一块去的时候 它逐渐的消失 我们就是 可以 而且就是 而且我们就可以 做出一个大单的检查 它可能真的 就是存在一个 就是second order transition point 就是来 在这个 liquid liquid transition 来这个重点 它可能真的 存在这样一个点 这又可以回归到 我们这条 这个cliff 这个就是我们的 first order transition 这里就是我们 它重现发生的消失 就是second order transition 因为 因为就是 frainage的 它是一个 system dependent 如果我们要 得到一个 准确的 就是frainage barrier的话 其实它需要的 体系 模拟体系 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 我们计算的体系 是有限的 为了得到 就是 更为准确的得到 它的 critic point 到底大概的存在 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以用了 另外 计算的另外一个 变量 就是bindle parameters 因为对于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它对于 diff 就是不同的 system size 它就是 它都会 就是在 creatic point 它的区域 它都会 进行一个 交叉 就是 理解到 这个图上 就是这样的 就是 比如说 我这里 计算了 就是increased 的这个 system size 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能量 就是盒子的大小 由128到256到5122 我们发现 这条曲线 它就是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 比较 有一个交叉点 通过这样一个 交叉点 我们就可以 大致的确定 就是 哦 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的 critic point 更加有利的证据 所以我们就 就可以 说我们的 critic point 大概就在 这一个区域 但是我们 对它 exactly 在什么 具体 在什么一个点的话 我们可能不能 给出一个 很想 很精确的一个准 大概我们就 在这个区域了 就是从 电子结构的一些 信息 角度来理解 这一现象 我们也很好奇 在critic point的区域 它会有一些 怎么样 奇怪的 就是一些有趣的 现象 在这里我们计算了 它的 态密度 还有 为了 为了比较 就是计算这些态的 它的局域程度 我们还计算了 那个 IPR 就是 inverse participation ratio 这两个概念 可能比较无理 但是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 就是 我也不准备 进行一个 就是 比较detail的介绍 但是从 这个 density of state的时候 这个 这个picture 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 我们的 就是在 这是一个 非米能级区域 如果在 非米能级区域的话 我们的 density of state 它有值的话 我们就 没有值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是一个 嗯 绝月体 它是一个 非金属性质的 如果它在 这个 它在这个 呃 非米能级区域 它是一个 continuous的一个 呃 分布的话 我们就认为 它是一个 呃 一个 呃 金属性质的 就是从这个 呃 这两张图中 可以看出 对于我们的 分子像 它 就是 存在一个 它是一个 很 很典型的一个 呃 就是 非金属的一个 性质 对于我们的 就是一个 polymode的像 它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 一个金属 态 而且 而且对于它的 每个态的分布 它都是非常 呃 离遇的 就是分布在整个 嗯 就是 体系中 嗯 当我们 嗯 嗯 当我们进一步 呃 这里我们给出的是 温度在1275k 当我们升高温度 就是 不断的 嗯 逼近我们的 critic point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就是在 呃 对于这个 分子项 它的 嗯 碳密度 嗯 就分布中 它在这个 非米年级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这种 少的 尖锋 就是我们有好奇 它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 就是它会有 这样一个 风 原则上 它应该 嗯 就是理论上 我们猜测它可能 呃 它应该是 没有这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 非金属的 一个 嗯 性质 我们也 也好奇 这些风 这个小的spike 它会不会 影响它 嗯 这个 批波项的一个 嗯 就是导电性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的 IPR 进行一个 生育 嗯 IPR的计算 深部的研究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两个 嗯 在这里的一个 小风 它的 嗯 它 这两个 它是一个 非常 嗯 局域的 它 它们两个 主要贡献 它是来自于 这两个 一个嗯 呃 P4的 Defact 就是缺陷了 就是一个 P4分子 嗯 嗯 对 而且这个 嗯 这些局域的 就是因为它非常局域的话 其实它对我们的 就是 整个材料的一个导电性 其实嗯 是没有 嗯 贡献的 我们进一步也 嗯 就是嗯 就是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 嗯 在我们的 Credit Point Radio的时候 我们这些 就是金属和 非金属的 它的 嗯 变化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时候发现 就是我们对这个体系 进行一个 Unbounce 因为它的 呃 因为在一个 Credit Point区域 它 另外一个Ti 啊 在我们这条轨迹中 也就是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 现在重点来看一下 这个区域 它是一个 从高密度的Ti 转变到低密度的Ti 的一个过程 我们对这个过程 进行的一个 Ti密度的分析 我们会发现 它的就是 它的就是在 这个嗯 菲米能及区域 它的那个 呃呃 分布是 越来越长的 在结构上 我们也可以表示 就是从结构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它的一个 明显的一个 嗯 转变过程 就是 嗯 怎么说 就是在 在这个体系中 其实 嗯 这个现象 其实就是 在嗯 Creative Point的区域 它结构变化 有剧烈的变化 而且它的 就是一个 嗯 导电和非导电性 也有个剧烈的变化 这个 这种现象 其实在 嗯 液体里面 还是非常少见的 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物理现象 OK 就做一个 简单的 小结 就是 嗯 为了实现 对吸入实践体系的 嗯 原子动力学模拟 我们就是 提出了采用 采用采用方法 结合 Ehancene Sampin的 采用采用 嗯 就是结合 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 结合 采用采用采用方法 用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研究 容院中的化学反应 也可以研究一些 相变行为 而且在这个 研究 您的相变行为中 我们会发 我们发现一些 非常有趣的现象 而且我们 就是 嗯 得到了这个 嗯 二阶的 零件相变点 确定在 营业上 明确的确定的 这个 二阶的零件相变点 在这里 我 用这个策略 就是研究了 容院中的化学反应 就是一些相变行为 其实 在 这个策略 也可以用于研究 比如说 药物射击啊 然后 蛋白折叠 我觉得也是 可以的 因为他们 就是 其实是 可以看为 就是一类 他们都是属于 虚有世界的体系 在结束我报告之前 我想就是 介绍一下 DPG 因为 可能 可能大家都发现 其实我这两个体系 我都是通过 DPG的框架实现的 这种DPG来实现 就是 增强产样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 就是 简单的 你只需要提供一个 就是 跟 就是 我假设你 已经知道 DPG 就是 常规的DPG 是怎么做的 你只需要 就是添加一个关键词 在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你需要 Model Diversion Bloom的 你把它写成 True 你就可以了 在这个 Model Diversion Jobs 这个模块里面 你需要提供 两个模板文件 一个是 LAMS的模板文件 和一个是 Bloom的模板文件 而且你在 这个 这个 这个模块中 你可以对 这两个模板文件 就是提供一系列的参数 设定自己 一系列的参数 其实 在这个 LAMS的输入文件 在准备LAMS的输入文件的时候 这三行 我们是不能更改的 前面 前面两行的话 其实你做常规的 常规的 就是DB件 计算的话 你也需要 需要给定 第三行的话 就是针对于 你需要调用 正常采样方法 设定的 在这里我们为什么选择 Ploom的呢 因为它 我觉得 Ploom的它是一个 非常就是 好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实现不同 种类方法的一个 正常采样 它可以 比如说Metal Dynamics Office 闪行采样 这些方法 它都可以实现 而且 它可以 还有一个 它是一个 非常界面友好 它可以和 ZP2K LAMS GuruMax Ambl Tools Ambl 这些工具 很好的 结合 而且它可以实现 你添加BIOS 而且可以 很多有一个 后处理的一个分析 进行一个Revating的过程 这里我给了一个 就是 Ploom的一个 input文件 就是对于 这个SN2的 一个反应 在这里我选用的是 Metal Dynamics 进行一个 这项采样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不同的方法 你就 拼准这个参数 就可以了 非常就是 使用起来 非常的方便 我们 整个工作 是基于 这个DPM DP Modeling 这个框架下 就是实现的 其实 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个 DPMDK的 这个方法 就是发展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 我目前用的是 一个 跟NAMS 进行一个 计算 接口 进行跑动力学 其实它 目前它也推广到了一个 OPMM and GuruMax 我相信GuruMax 的话 就是对我们 模拟 蛋白啊 就是 非常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接口 最让我就是觉得 我 我认为 我比较兴奋一点 就是它 现在可以和 就是 DP立场 可以和GuruMax 结合实现 DPM 进行一个模拟 这个我 我就是觉得 是我们做 就是解决 相对于 复杂体系的 想解决 想模拟 非常复杂体系的 一个 V 还有它也就是 最近也推广 就是可以实现 就是加速 KeyoMem 模拟 这些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 它的都非常 对我们 就是做应用的 都是非常的友好 可能就是这个 DPHero 就是 就是 HomeMeet 这个 可能大家都已经 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 最近 就是 生生科技 推出来的 我觉得 它对于我们 做药物设计 做 就是 结合能计算 这个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平台 就是它可以 提供蛋白 又可以 筛选 又可以智能计算 我觉得就是 非常的非常的 而且它的 计算 精度 就是 就是 速度和精度 都是 非常非常的 让我觉得 非常 在汉的 后来 最后要感谢 我的 导师 Mikele Panner 教授 还感谢 我的合作者 Daliana Wuigi Tarak 和我 还感谢 林峰 还有王翰老师 他们在 我 做这个 课题的时候 给我很多的 一个帮助 和一个讨论 建议 好 谢谢大家 嗯 好嘞 非常感谢 杨博士 这个 精彩的公开课 我感觉 您讲的 可能嗓子 有点不舒服 现在已经讲了 一个小时 十分钟了 大概 对 您旁边 如果有水 对 先喝口水 然后我来帮您 看一下这个 聊天里面的问题 OK 一位观众提的 然后首先说 您好杨博士 我是做计算机的 目前在做 机器学习 在计算化学中的应用 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吧 第一个说 好的好的 请问神经网络的输入是什么 是每个分子的全局 descriptor构成的向量吗 输出是一个标量数值吗 它的输入就是 是我们的反应坐标 就是我们的原子坐标 一些参数 它的输出就是一个 就是能量 就是能量是一个 每个原子 它结构的能量 结构的能量 是原子能量的一个 三母 好的 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 说使用神经网络 是否会遇到 可解释性的问题 我不知道什么叫 可解释性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这个朋友 可能想问 就是大家一般说到 神经网络 或者人工智能 都说它是一个黑箱子 就是大家不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就只能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经常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解释 这个预测结果 然后有人就在研究 这个神经网络的 可解释性 就比如说是 你用的哪一些 descriptor 可能会对结果 有什么影响 然后你可以从一个 比如说物理意义上 或者化学意义上 来对它进行解释 如果 如果从这个角度下来看 因为在我们构建 就是 descript的时候 我们是依据 我们的建厂 建脚 这些参数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 物理意义的 物理和化学意义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descriptor 其实是基于 这些信息构建的 因为我们想考虑 这些成见 非见一些信息 我觉得还是 可以说吧 但是 具体 我感觉 我不能够 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太 就是 对 好的 没事 因为杨博士 可能之前做化学 或者物理比较多 然后可能 对那个机器学习 或者是神经网络 可能应用比较多 然后 对那个 就是解释呀 或者是什么 模型 这些构建 可能了解的 不是特别多 有可能 对 就是怎么去构建 这个模型 从技术层面上来的话 我可能就是 不是特别那个 但是 我可能就是 更偏向于 就是 应用于我的体系 好的 对 然后这个提问的观众说 是做计算机的 就是可以跟那个杨博士 好好交流一下 然后 对 我也可以向你请教一下 好的 好的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说 请问杨博士 页页项变的工作中 DP件最终构建出来的数据集 有多少结构呢 然后DP件随着数据集 规模的增加 你和网络的大小和部数 需要随之改变吗 最后我可能是到了8万个结构 就是当然我就是你可以做测试 就是要最后要就是适当的去提高它 但是我觉得它的影响性不大 最主要的是在你做production run的那个 new network 就是你就是需要得到一个比较收敛的一个结果 嗯好嘞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在您那个PPT38页 可能提到了一个叫structure factor的 然后这个观众问说具体是什么structure factor 这个物理上就是 其实这个30万 这个可能是这个 这个是 就是得败因子 就是我们做XRD那些 就是实验上的话 那些信息 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坐标 就是一个集合反射 结构就是原子位置的一个集合反射 他就是就是我建议这个同学 他可以去网上收一下这个得败结构因子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就是详细的解释 就是它的测试就是对于晶体啊液体面 都有那个不同的表达式 而且就是对于单一项 就是因为我的体系就是是单一项的嘛 我可能这个表达式就会做一些解化 对于就是如果你是多多个原子体系的话 它的方程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嗯好嘞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杨博士您好 请问OPAS方法目前在Plymed中已经可以应用了吗 嗯可以应用了 这个就是在 在那个Ploom的2.8版本里面 就是已经可以应用了 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使用 嗯好的 嗯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Metadynamics很强大 但它相对于其他增强采样方法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啊 Metadynamics就是我 这个我可能就是我没有用过很多的增强采样方法 但是我可以从我自身的就是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可能在收敛性上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收敛性的问题是每个Metadynamics它存在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 就是嗯 也对这也是就是OPAS的就是啊 对于我们自己课题组为什么更喜欢OPAS 目前更喜欢比较喜欢OPAS的一个原因 嗯好嘞 然后我可能也能补充两句就是 因为我最近自己也在探索Metadynamics因为我是做小分子药物设计的然后呃我觉得Metadynamics就是在每一个蛋白配体体系上就是你要调整自己的CV 别人论文里面的一些CV然后放在另外一个蛋白体系上就用不了了 所以就是找到一个就是最佳的CV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Hill Hat呀之类的其实还是挺难的我感觉就是对就换一个体系就需要摸索很久 对就是嗯这个我感觉这个找CV的这个问题是每个基于CV方法啊而是开发的一个呃正常采样方法的一些就是每个的就是都要克服的第一步的难点 其实其实其实对对于就是如何寻找CV的话呃这是一个呃我觉得和Metadynamics方法开发是是平行的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呃比较大的一个难点方向但是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因为我们科技组最近呃 采用结合机呃就是神经网络模型呃就是来训练就是呃训练一些就是一个要CV目前他们在做蛋白呀 在做呃呃在这个呃这个呃测试上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呃就是关注一下因为那个嗯可能比我们自己手动就是有时候我我自己感觉我我找CV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体系我如果找CV我可能啊这个嗯密度我也可以把它很好的区分开来但是我在做模拟的时候他结果就是不好因为有些有些东西就是 嗯还是还是就是要嗯我们要从更深入的一个层次去了解对好嘞这是我的自己的看法嗯好嘞呃然后下一个问题说使用dpgen采样其中ts过度态的采样数据点可能还是比两个极止点的数据点少这样是否有影响呃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 嗯但是呃呃呃我建议就是大家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在其实在做这个化学反应的时候我采用鸡皮键的时候 首先嗯第一次我呃呃可以可以我可能和大家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一个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这个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CV我的就是能量的呃就是啊 就是 mean absolute area 它的一个 它是比较分布是比较 unity的 对不对 但是当我直接拿到那个dpgm的结果的话 我直接进行一个这样的测试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它在不同的区域 比如说反应物区域 过渡态区域 它的区域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其实后来就发现 其实也就是刚刚那个同学提出问题 它就是在过渡态区域它采的结构就比较少 那我怎么做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amd就是那些轨迹 我可以直接我就是人为的就是bios的 去添加一些就是过渡态的一些结构 是我们的就是我的 我的训练级的一个就是在我的cv一个去 分布上它是一个比较均匀一点的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就是 我觉得这位同学可以做 就是做一到两次迭代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嗯好嘞谢谢 然后下一个问题说 请问Planet 2.8有镶嵌到最新版本的dpgen里了吗 然后下面一个评论说dpgen没有Planet 这个就是我想周证一下 就是dpgen的话它有plumed的 嗯就是但是目前可能dpgen的plumed的话 它没有嗯嗯它自动安装了就是如果你在在那个dpgen 嗯就是dpmd官网上它自动安装了那个dpgen的话 它它自动安装的plumed是一个2.71的版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你需要就是呃 那个2.7的版本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些opus的一个简单的一些不是最新的版本 就是简单的操作已经计算已经可以满足了 但是如果你想安装2.8的话就是我可以呃就是呃我们可以私下就是交流 我可以就是嗯帮你怎么弄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 嗯好嘞谢谢 呃然后下一个问题说杨博士您好 想问一下您的溶液反应工作的最开始的输入集 是使用aimd wtmeta dynamics产生的吗 还是直接使用dpgen就可以迭代产生 呃我使用的是emd的一个meta dynamics 因为呃这基于我呃我们组同事之前不是有他们做 呃obinitial enhance something 他一定有trajectory我就从里面就是提取了一些结构 但是我提取的也不多就是嗯其实我建议也就是不要提取太多 就是尽量的让嗯dpgen去自动生存一个 嗯更因为如果因为你run amd meta dynamics 的时候你其实你呃run的顶多你就一个辣秒一个辣秒 其实他你如果提起很多的话你可能导致你训练机里面的呃 结构就会比较嗯好 to say 重复性比较高 嗯好嘞呃感谢然后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 然后也有一些观众评论说感谢您呃 然后如果大家没有性格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公开课就先到这边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dpgen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考虑下次邀请一个嘉宾 然后专门来讲一下这个dpgen 突然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说请问一下反应路径是怎么统计了呢 呃这个呃这个同学他想想问的是我看一下想问的是这个这个呃是呃 是这个反应路径吗这张图吗我想问一下 呃这个问问题的朋友可以快速在chat里面打一下 如果是这张图的话其实其实我们就是通过一个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嗯因为因为我们就是进行采样嘛我们可以得到呃这个采样是服从不合自慢分布的 如果你review听到一个嗯我看一下是哦这个观众补充了一句说就是可以统计反应里面的中间体这一些 嗯其实这个就是嗯因为我们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能呃能量是反应设定面我们可以 我们其实从这个图中你可以很很很明确看到这里有一个basin 你可以就是呃就是可以呃通过这个basin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里面有一个中间体 就这个中间体其实我我我自己做的是通过这个basin的话我可以回到一个轨迹里面我可以看到一个结构是怎么样一个变化的 然后就是嗯呃它连接从basin呃呃呃A1到A2的话它的微光是怎么变化的这样的话你就会可以得到一些呃这样的一个啊slap shop 这样的一个slap shop你就可以了解它的就是微光的激励嗯好嘞谢谢我不知道我没有回答它的问题 呃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说能量计算使用Planet的SumHills是否就够了还是 是必须要revetting嗯呃我我觉得呃就是如果你想粗略的看一下这个呃能量的就是一个变化的话就是一个呃 3p要够了但是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准确的值的话呃我还是建议用revetting 毕竟因为在mata dynamics它收敛的标准它还有一个参数叫c呃c呃呃呃就是一个一个参数因子要c我们要对那个c进行一个revetting ok那就感谢大家来参加然后最后再次非常感谢杨博士 然后大家周末愉快谢谢谢谢然后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